事例一級棒 達烈光執行長林恩平 眼睛保健有一套 直視力太好 就連隱形眼鏡也沒戴過 但業務擴點傳來好消息 不但加速逼近簽電 現在也打進香港澳門 6月會比5月好 7月的話 現在當然他們是還沒有下單 但是就是 應該是7月 他漸漸會 7月會理論上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展望第三季很樂觀 大力光股東會 通過派發現金鼓勵63.5元 寫下台股新紀錄 而重頭戲雙鏡頭 有商機也有挑戰 現在看起來是有 越來越多的客戶是採雙鏡頭 沒錯 那挑戰 當然 第一個是規格方面的挑戰 大家兩個鏡頭當然是要 越完全一致性 那這一致性 這就是一種挑戰 質疑向火速開完的會議 沒想要投保中心上門踢館 質疑大力光沒有電子投票 也呼籲董監選舉 改成候選人制 讓股東會開了40分鐘 創下近三年來最久紀錄 不過法人關心的 還是新場進度 所以在規格面上是一種挑戰 那產能上當然是一種挑戰 但是隨著公司應該 明年的第二期開始 新場應該可以加入營業 應該看起來目前是還好 白髮桑桑迅速快閃 大力光記者會前 就連酒媒露面創辦人 林耀英也偶然現身 個性低調林家 就連董事長林恩周拍照片 也有點不自在 限電沒有應對的方式 它發生我們也不能做什麼 所以就沒有往那方面想 只是一旦限電 就連頂尖執行長林恩平 也沒有B計畫 國王大力光喊話 政府可得聽一下 三天新聞 于晨虎 吳凱中 台中參謀報導 西南深宗 內部 藍文 復乎 中文 感谢观看